浸泡完溫泉,大約 6 時半吃晚餐 晚餐地點就是酒店中的中菜廳 因為酒店位處於寧靜的農村 菜式都是用回農村的在地食材 口味就以樸實的家常農家風味為主 吃完飯,我們就回到各自的別墅 一家人在月色之下,一路聊天,一路浸溫泉 不知是否浸完溫泉,特別快餓? 導遊細心安排在這時候送上我們的宵夜 就是吃宵夜的時間 嘩,我們立即要做宵夜 清丸雞出名皮薄骨軟,雞味濃又多汁 這隻雞可以說是旅程中最美味的雞 第二早餐轉到酒店內另一個餐廳 餐廳就在湖邊 朝早的陽光灑進來令人特別醒神 早餐是自在形式 食物種類比較簡單 以主食類為主 吃碗粥清清腸胃 平衡前一天吃了這麼多餐大餐 吃完早餐見到處的空氣這麼清新 我們就在酒店範圍內到處逛逛 這裡有個櫻花公園 很適合和奶奶過來舒展一下筋骨 剛好遇上桃花和櫻花一起盛開的季節 小山休想中滿盛開的櫻花樹 想不到不用出國都可以上櫻 由公園內的觀景台望出去 景色開揚 遇上難得的櫻花和桃花美景 可以遊閒坐下來慢慢欣賞 是時候要check out 酒店逐戶安排電瓶車送我們去前台 不用自己拿行李 夠貼心 大約11點就集齊其他團友一起離開 直接開車去午餐地點 車程要一小時 午餐餐廳主打拆骨魚綠食 餐廳負責人還向我們展示 他們用這種觸九斤重的 山蠻生水大頭魚來泡製菜式 到底一條魚可以做出哪六種食法呢 第一種是竹水浸魚片 魚肉去骨切好一片片 淡淡肉 好滑呀 一點都不腥呀 好鮮味呀 魚頭分別用砂鍋焗和清蒸 砂鍋夠夜味 清蒸就夠爽滑 魚腸用蛋和清蒸一齊焗你辟腥 淋上鮮味的頭抽調味 很有口感 裡面有很多層次 有很香的蛋香味 連脆炸骨腩和苦瓜燜刺味 真是足六種食法 配上魚蓉竹 將魚從頭吃到下味 適合喜歡吃魚的奶奶 吃到這麼飽 真是要散步下價才行 接著的景點就是建築外形 很有當代藝術感的 廣州城市規劃館 裡面的展覽 講一下廣州自古至今的演變和發展感 歷史不是個個合聽 好在展覽用了新動的 多媒體短片和互動元素 還有VR體驗區 小朋友看得特別投入 貫徹大樓外觀的當代藝術設計風格 裡面有很多美景打卡位 最近落地玻璃的休息區 坐下來看看風景也挺舒服 是時候回程了 由廣州一直回到深圳 車程大約要兩小時 這個團的其中一個特色 就是體驗一下廣深港高鐵 好了 我們最後一個地方 就是來到深圳北站 我們現在準備進去搭高鐵 對於沒搭過高鐵的奶奶來說 高鐵本身已經是一個景點 我們要準備回鄉證和高鐵票 就是從這裡進去 入站的時候 先要經過人工實名認證 之後就要過安檢 入到後車大堂 距離發車時間還有一個多小時 可以找一間餐廳坐下來吃東西 高鐵站內的餐廳一般都比出面貴 我選這間東北餃子店的味道 只是一般 內地的高鐵通常都非常準時 溫馨提示一定要提早15分鐘 就要排隊入閘 我們的車票全部畫好位 要按照車票上指定的車卡上車 奶奶第一次搭高鐵 對於車內設備這麼新淨 都賺不絕口 這輛車只需要20分鐘 就到達香港西九龍站 節省很多時間 到達西九站 就分別要過香港和內地關 再用高鐵車票出閘 之後就可以換成港鐵的西鐵線 或者東沖線 圓滿結束今次兩天一夜清遠之旅 拜拜 下次再見 下次再見 登場